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熊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们学过了系统函数 也可以自定义函数 系统函数 咱们是不用任何加载 是不是直接就可以交用的 这是P2P的一个特性 不像别的语言 用到哪个包里边什么东西还得加载 对不对 P2P不用系统函数只得用 对吧 如果你自己定义了很多函数 因为咱说了函数是可以让咱们结构化 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使用的手段 对不对 系统里边有几百函数几千函数 多个脚本里边还共用一个函数 对不对 咱说了将来写项目 一个项目是由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文件组成的 而不是把代码都写到一个文件里去 是不是这样的 那他经常会怎么做呢 会把一些函数做成全局的 对不对 这样的话在每个交易班里都会用到 好吧 那咱们怎么做加载自定义函数部 这是借助于系统的函数 确切地说是使用系统的指定 比如说我们在这是我们的我们打开我们的程序目录 打开我们的程序目录 看好了 在这话 我们假如做一个函数库 func faction.inc.prp 被包含文件一般 我们命名都习惯.inc.prp 就有了 对吧 然后这个文件里边 比如说 我想写几个函数 faction.inc.prp 我就随便写了 收出一行一 看到了吧 然后再来一个 faction.inc.pr 我收出一行二 再写一个 1.inc.pr 第三个我应该写什么 还是多了 3.inc.pr 收出一行三 1.inc.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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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写了 对吧 这样的三个函数 当然我在这个脚本的任何地方 我都可以吊到 对不对 那现在项目是由多个文件组成的 如果其他的文件里边也想用到这样的函数 你再重新声明了 肯定不是吧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把你这样的话 结构化的程序 咱们好维护好扩展 对不对 把一些函数做成全局的 就是谁都可以用到这三个功能 对吧 我把它单独生进到文件里面去 当然是可以按需求 比如说操作文件的放在一个目标下 操作数据库的放在一个文件里边 对不对 你就按功能可以分多个文件 对吧 咱现在就是假设有三个放在这里 对不对 我现在想在test里边 也就这个目标下 这个程序里边 用到刚才那三个行数 我直接这么test 我直接这么one 我就可以调到one那函数吗 他不会默认说到文件夹里边 说自动去找哪个例外 对吧 这样的话怎么 你说说这多方便呢 如果自动能找对不对 那肯定是以效率 怎么降低来付出代价 可以做到对不对 但效率会降低 所以呢 咱们必须手动的指定 哪个文件下有这个函数 如果是系统函数 你只要是安装的时候 加倍扩展完就可以用了 对不对 那如果自定义的函数 必须得是什么 能找到他的在哪声明 才能用到 而不是说在同一个文件下 就能用到 没有这好事 对不对 如果有这好事 那也会降低系统的效率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掉一万 他肯定会出错的 lock house 是吧 tas 是不告诉我 错误 掉没有定义的函数 对吧 那我怎么才可以执行呢 看 对吧 用一个函数 include 现在又是include 英文三是什么意思 包含 它是个函数 包含谁呢 faction.inc.prp 是包含这个文件 那包含这个文件 就相当于把这个文件 代码远动不动的 拷贝过来 听着吧 那这个文件 想用这三个函数 把它包含进来 其他的脚本 想用这个里边三个函数 是不是也这种办法包含呢 对吧 我们看一下 这回程序可不可以呢 是不可以啊 对 这样就可以了 那除了调用这一个可以 我调用这里边 其他的行不行啊 就都可以了 1 2 2 3 3 看一下 就都可以了啊 那看一下 对 对 那我们再来 理解一下这个 这个英格录的 他系统里边好多 既是函数 又是系统指定 对吧 这个后期咱们会重点总结一下 那就比如说这个 I口 函数的用法 咱前面一直去 还说是不是得括号啊 对不对 I口可不可以括号呢 变上次 可不可以 I口可不可以这么用呢 是咱前面一直这么用 对不对 这个是指定 具相当命令 加个参数一样 这是函数的参数 系统里边有好多 是这样的指令 这种指令 用判断的是否 存在这函数的话 是不存在的 是底层的东西 但是有函数的用法 你看 I口 这两种先法是可以的 是不是都熟悉了 所以英格录的 他既然也是系统指令 所以也有这两种用法 就跟那break continue 对吧 都是指令一样 加块也行 不加块也行 对不对 那英格录的 我这么写 这么写也是可以的 按指令的写法 听到吧 你看 我们一样可以包含 是不是可以啊 可以 所以记住系统里边 有一些函数是非函数 什么叫函数非函数呢 就是内部的指令 对吧 就是经常用到的 帖帖帖 把它做成了系统内部指令 对吧 在底层执行的 可以有函数的用法 也可以由命令的用法 就是指令的用法 听到吧 指令有值 参数 所以英格录的 是不是就可以这么用了 现在理解英格录的了 和一些其他指令了 像有好多 像iql 咱们学过是 像break 括号 加不加括号是不都行 对不对 退路几仓 然后esit 对不对 加不加括号是不都行 对不对 printer 对吧 等等 好多都是系统指令 都可以是非函数的用法 听懂吧 那当然我写块和不几块都是一个作用了对不对 那单线号双线号也是一个作用了 那现在这个include有几个作用呢 你看包含的prp文件是这样对不对 你便完全想象成把这文件是烤过来的 对吧 如果我包含的非prp文件可不可以呢 假如说我这里边有一个dimo.tst 看到了吗 这里边 我直接写一行一 br 我就写一行一了 一行一 br对不对 然后 我这里边再写一个 刚才是dimo对不对 dimo2 还是tml 看到了吗 是反正tml也是文本的 只要是文本都可以包含 我这边写上一行b 看到了吗 那这块 我现在如果在test里边 我既包含方式tml了 你看 我这块include的包含 可以包含多个 包含dimo.tst 有这个文件吗 include的包含什么 dimo2.tml 是不是有这几点的文件 对吧 如果你把它想成是完全烤飞过来 你看会有什么后果 现在你看乘用东西执行 你看包含的a b b 二三手可以执行 完全没问题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是想的是烤过来的 那你会这样的结果 你看 比如说 假如说这块包含这个 是相当于这个 这么烤过来 对不对 那你看 这里边 dimo点test 是不是这个 假如说是想成是烤过来的 是不是在这里边呢 是不是这样的结果 对吧 那dimo2呢 这个吧 如果想成是烤贝过来的 是这样的 看到了吗 那对于这样的 如果把它想成是烤贝过来的 假如说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这样的 是不是相当于这是完全烤贝过来的 那这种想法的话 prp文件没问题吧 是不是下转交友 如果这文件烤过来的话 在监管问号prp里边 是prp语法吗 不是prp语法 是不是就容易出错 对吧 就会经常出 这块不是prp语法 就会出错 对吧 所以呢 因可录的包含文件的同时 并对文件应处处理了 听懂吧 也就是相当于包含并执行了一遍 听懂吧 那假如说prp包含并执行一遍 比如prp文件就是里边存prp的包含 对不对 其他文件执行一遍 执行一遍 它不是prp语法 是不是执行一遍 它的话 是不是直接输出了 对吧 这种因可录的 不光是 不是简简单单的把文件包含过来 是包含进来同时 非prp文件执行了一下 而prp文件就想成是直接相当于拷贝 听懂吗 它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算法 OK 这点大家都明白了 然后咱们还要处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如果一个文件被包含多次 你看我这个dimo.tst包含多次 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是包含一次执行一次 运行一次 那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为什么 是不是执行好多次 对吧 像这样执行好多次还可以 如果你当输出的话 有的时候咱是需要这么做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文件执行多次 包含多次 里边是不是三个孩儿 那包含一次 三个孩儿是不是就生了一次 那就会提示我们什么 对 函数从行定义了 对吧 第一个是没出错了 所以经常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干嘛呢 经常我们在做过程化程序的时候 程序是有几十个几百个 P文件组成 对不对 我们是在A文件里包含B B文件包含C C里边又可能又加在A 对不对 你看那些过程化程序的时候 非面向对象思想的 非MV系模式的 就像一个塔球似的 你都不知道出哪入手 你看这个文件 它包含那种文件 看那文件包含那种文件 对不对 经常写也成就会出现这种 重新定义 或者同一文件里边 输出输出了两边的情况 对不对 所以怎么避免 这样的情况发生 我们系统里边还有一个的函数 就是include wise 他会自动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文件包含过了 就不再包含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执行多次 或者是 你看 这块不用include万次 他俩都是一样的函数 只不过他比include万次 比include多了一个什么功呢 判断 对 判断是否存在的 对不对 你看这块如果也多次的话 现在成绩就会正常了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块 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 这就是如果处理多次的情况下 咱们要怎么办呢 对吧 用include万次来解决这种冲破 如果解决不了的情况就为了 但是如果要我建议你使用哪个 我建议守include的 不建议你守include万次 实在没招的时候才守include万次 为什么 因为include的万次功能强 对吧 功能越强的 咱前面说过 他这里边是不是比include的 就多一些算法了 对不对 那他效率就没有include的高 就是吧 所以我建议你 怎么 如果能include的时候 就尽量不用include万次 也就是尽量用功能简单的东西去处理 就是吧 那系统里边除了include和include万次 还有两个咱们需要注意 跟它是一样的 类似的功能 什么呢 叫做require 对 一会儿我再说哪个好 先看一下 include它也能包含 faction.inc.pt 看到了吗 也可以使用括号的一种形式 require 当然它也是指令 对不对 比如说diamond.tst 这都是可以的 听到吧 当然它也有一次性包含的 对 万次 里边包含 比如说diamond2.26 tm2 知道吧 当然我们这块也可以怎么办 也可以使用指定的方式 这都可以 看到了 那作用呢 如果说功能的话 跟刚才没有什么区别 你看一下 都是把那种捏加的进来 看到有区别吗 是没有区别 作用几乎是一样的 对 但是 是不是别名的关系呢 好多ppp都是别名的关系 就两个名称不一样 但是功能一样 这叫别名的关系 那这两个功能一样 名称不一样 是不是别名的 不太是别名 那不是别名 是不是就要找到区别 什么区别呢 咱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这是系统里边 英可录的关系 这个你看 这块吧 你看 约可二将一个文件 在一处理之间 像把文件粘到某个地方 对不对 他几乎等下 区别在于在支撑脚本时 处理失败时 英可录的产生一个警告 而雷块则会产生一个致命的错误 在包含文件的时候 如果被包含的文件有问题 记住英可录的是个警告 对不对 程序不会崩溃 而recare是怎么的 会导致一个致命的错误 对吧 那是记这个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了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有错误 就不按照执行了 固定包含一个文件的时候 如果有问题 比如说我这个脚本 假如我这脚本 必须包含faction点 include点 pd的时候 对吧 如果有问题的话 下边这个函数根本没法掉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就有recare 就是 这个包含如果失败的话 下边根本没法执行的时候 就用铝块 听着吧 但是有的时候根据情况包含 什么叫根据情况包含呢 如果 比如说 如果 如果刀飞等于a的时候 我这话 include 包含demo.tst 否则 你看 include包含demo2.html 看到了吗 这种根据用户不同的条件 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就是成功就输出一个 不成功影 怎么的 就顶多不输出这个 是不是就这意思啊 不会影响程序太大的问题 像这样的话 根据情况去包含这个文件 成功失败 对整个程序影响不大的情况下 用银可录的 听着吧 那你这个不好记 你就记着 固定包含用require 根据条件判断 择机选择包含哪文件的 用银可录的 你也知道你听了吗 就因为require 如果这文件包含失败 直接会崩溃 而这个包含失败会来个警告 包括你包含成功而已 不符营养程序的正好运气 听着吧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跟大家介绍的什么 几个程序 对吧 一共是有四个函数 系的函数 一个是include include once 一个是require 一个require once 对吧 大家需要知道重点是 include和require的区别 什么属于include 什么属于require 对吧 这个在面试的时候 经常问你 平时写成语的时候 也要注意这些 对不对 那什么属于include once 什么属于include 什么属于require once 什么属于require 对不对 这个也是一个指示点 对吧 这带也说过了 解决不了重复包含的问题 加上万死的 对不对 还要注意 这些呢 不是这四个函数 不是算是真正的函数 算是系统指令 所以可以用括号的方式使用 也可以用控折 加参数的方式使用 听着吗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重点 跟你学了 如何自定义一个函数库 或者一些其他的文件 也就是在一个批评文件 怎么去使用另外一个批评文件的资源 那就是这节课的东西 包含对不对 和文件加载不一样 这个包含就执行了 文件加载直接是进一串 对吧 后边都会讲文件处理 当然跟那个道理肯定不一样了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交到这里 好 再见